Welcome to Interest,我是你们的地道 家里养了小孩,尤其是男生的家长一定都知道 遥控汽车、滑板车、模型车什么都是必不可少的玩具 没办法,谁让现在的家庭条件是越来越好 而且这些玩具也都能够买到 所以一般都会依着孩子作为奖励给他们购买 但是今天小兵要说的这款遥控汽车可不敢给小孩玩耍 分分钟秒杀一切跑车 这款遥控汽车是由一个名叫詹姆斯巴斯沃克的遥控车爱好者研发出来的 听说目前是成为世界上最快的3D打印遥控车 这款车和我们见到的普通遥控汽车不一样 身形非常狭长,足足有4英尺 而且整体形状和大小的设计是符合空气动力学性能的 在速度方面不会有太大的阻力 据了解,为了能够让这辆车的速度成为世界上最快 巴斯沃克更换了一个名叫奥特曼克2Extended的3D打印机 尺寸更大,并且也能打印出更少的组件减少连接结构 这样就不会因为连接之间的间隙增加空气阻力影响速度 除此之外,巴斯沃克对选材的要求也极高 在进行了多项对比之后 选用了弹性够好减重能力 强度都很不错的POA和PHA的线材 利用它打印出了车身外壳,后翼,四幅支架,控制器,固定底座,电池和电缆夹以及减震器等 听说目前的世界遥控赛车的最高纪录时速为325公里 巴斯沃克为了超过它一直在进行测试 小编只能表示,一看这种遥控汽车就不是给孩子玩的 光是速度就和跑车差不了太多 这车要是往小区一放,估计人送外号就得叫狗见仇了 全小区的狗都不敢靠近它 欢迎走进去新好吃好玩,有趣都不用手指童童的路由 每一时间解释了,快上车哦